这次讲解的是如何配置移动转身动画。 这里的数组有20个元素。 它的规则是起步动画的10方向乘于2。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,一共有10个方向的动画,然后分为左脚跟右脚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0。 也就说在0度的时候,我们是不执行移动转身的。 这也是空的。 然后45度的时候,我们也是配为空。 如果配置为空,我们就不执行移动转身而使用弧形转。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是衔接左脚的左90度移动转身动画。 然后这里对应是衔接右脚的左90度移动转身动画。 这里是右转身左脚。 这里是右转身右脚。 以此类推。 左转135度。 右转135度。 这里都是一样的180度转身。 我们来看一下,这里有12个移动转身动画。 我们同样的也需要配置对应的运动曲线数据。 然后,我们也需要配置对应的动画通知。 与配置原地转身动画的规则是相同的。 旋转曲线的最后一个时间帧就是我们添加平滑转身的初始位置。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生成了对应的动画通知了。 然后,我们同样的也需要配置脚步位置曲线。 以及用于姿势查询的脚步姿势预估值曲线。 由于我们的移动转身动画只有90到180度。 所以,我们可以从对应的索引吧开始配置。 这里的配置规则与前面提到的规则是一致的。 配置完数据后,无比点击排序按钮。 旋转最好,我们可以自行atas脚步。 升第二次、海滑 Об supers价格漫주세요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